前不久上映的电影《卖路人》里面 那个白发苍苍 眼神呆滞的老头 或许大家都没有认出来 小鹿看到的第一眼也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 风光无限 不可一世的大哥大 万子良 回想当年 江湖情理他梳着大背头 与周润发 针锋相对 气势还略有胜之 真的是让人既觉得讨厌又害怕 再看如今的《卖路人》里的他 一头白发 年老铁筛 还带着点吃傻 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 寻本素颜 一路前行 大家好 我是小鹿 今天小鹿就带大家走进那个 霸气十足 动辄柔情千种 向来豪情万丈的大哥 万子良的江湖人生 春月春月 时间过得太快了 小鹿得一辈 Wanna Hert관 大家问下 千种唉呀 我希望地无一路 千万难的 FBI 相信他 不能够 李小姐 凶 温 1957年,万子良出生在海湾生父姓胡, 因为无力抚养,只好将他送给了一对姓万的夫妇抚养,于是便姓了万。 中学一毕业,万子良就早早地踏入了社会, 还是少年的他就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人情冷暖,事实无常。 刚好立德电视台需要发展影视,开办了艺人培训班, 万子良便抓住了机会,考上了香港立德电视台艺员训练班, 顺利毕业的他留了下来,在立德电视台当了一名演员。 1977年,由于身材高大,外形俊朗, 万子良得以出演《三少爷的剑》里面《剑神谢小枫》一决。 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但是他出色的表演, 使得观众们把他当作真正的剑神。 两年之后,导演雪安华找到他, 邀请他出演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风杰》。 万子良在影片中饰演阮世卓, 饰演他未婚妻的正是当年的大美女赵雅芝。 而《风杰》一上映就取得了巨大成功, 万子良也借此在电影圈成了小有名气的影坛新秀。 1982年,万子良加入了邵氏。 邵逸夫非常的欣赏这个年轻人, 让其主演了件十部电影。 三年下来,万子良的演艺事业可谓是如日中天, 特别是1984年由朱润发和他联合主演的《等待黎明》更是达到了巅峰。 他与朱润发一起被提名为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而剧中俩人互飙演技真的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虽然最后还是发歌略胜一筹将影帝收入囊中, 但是万子良也让人们都见识到了他的演技。 而胖乔此时的邵逸夫打算把重心放到当时蓬勃发展的电视领域上。 作为爱将的万子良当然是紧跟着老板的步伐, 于是他转头无限电视。 两年之后,万子良和郑玉玲、刘嘉玲主演的电视剧《流氓大亨》, 而这部电视剧呢成为了当时的收视冠军。 片中,万子良饰演的方锦昌出身低微,但志向远大, 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从底层到督察到大亨,万子良将三个身份是饰演的非常传神。 一台手,一头足之间都是演技。 凭借着《流氓大亨》的成功,万子良在电视领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再加上《生命之旅》、《当代男儿》、《他来自江湖》等等大剧, 万子良已经成为了无线电视毫无疑问的扛顶者。 然后是1988年,这是万子良表演生涯中演技登上巅峰的一年。 这一年,凭借饰演蔡杨明导演的《大头仔》里面的吴敬成, 一举夺夺得了金马引力。 同年还出演了王家卫的电影处女作《望角卡门》里面, 扮演混混头子托尼哥,在片中他跟刘德华、张学友上演了许多经典的对手戏, 特别是现在《火爆全网》的张学友的表情包, 也是出自他和张学友的对手戏片段。 并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还出演了《胭脂扣》里面老实憨厚的小记者袁永定。 放下大背头的万子良戴起了眼镜, 西装也换成了毛衣,是十足的文化人。 而这种反差不可谓不大,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 这个角色万子良完成的并不违和, 相反还很出色, 不得不称赞其演技的高超。 不过从九十年代开始, 万子良就逐渐地减少了演出。 九十年代末, 除了出演《蛊惑仔》, 基本上是处于半吸引的状态, 而他也是将自己最经典的造型留给了电影。 大背头西装雪佳再加上标志性的笑容, 由他所饰演的红星大佬蒋天阳, 极具大哥风范, 霸气十足。 影视剧里是大哥, 生活里面一样也是大哥, 而当年他提携周星驰一事, 更是让新爷记忆明星。 在那时候, 就和我一起拍的有万子良先生, 他又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我拍完几场戏之后, 他跟我说, 你狗有天分, 我这么说, 我叩咐了, 他不是哄我, 当年的周星驰还是一个龙套演员, 在拍摄电视剧《生命之旅》时的万子良, 无意间看到了跑龙套的周星驰, 他十分欣赏这个演戏很认真的年轻人。 后来, 李修贤要拍摄《霹雳仙风》, 万子良便将周星驰推荐给了李修贤。 周星驰在片中饰演一个小马仔, 平常靠偷车为生, 正是凭借在《霹雳仙风》里面出色的表演, 周星驰是一举获得了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奖, 而在颁奖典礼上,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还很青涩的心眼, 发自内心的感谢万子良的体写。 还有我的前辈, 万子良先生。 而万子良在台下戴着墨镜也能够看到, 嘴角压抑不住的效应。 此后呢, 周星驰一举成名, 有了源源不断的偏约, 俩人关系一日好过一日, 好似父子又好似师徒。 到后来, 周星驰还成了他的第一伴郎。 那是1992年, 万子良和田妞因拍摄《大头仔结缘》, 相恋三年的俩人呢, 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纪婚礼。 梅艳芳、张伟健、周星驰、吴梦达人、 达华都到场祝福。 而TVB呢, 还专门做了一个叫做《万子千红喜迎亲》的婚礼直播。 主婚人是邵逸夫, 而首席伴郎则是周星驰。 只可惜的是, 因为俩人婚后性格不和, 发生了诸多的争吵。 而这段世纪婚姻呢, 只维持了四年之久, 就宣告结束了。 同时将工作中心从影视业转向了服装生意的万子良, 因为经营不善, 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是亏损了很多。 但是还好他在2002年遇到了现在的妻子郭明黎, 俩人相濡以沫, 也算是家庭美满了。 如今的万子良虽然已经是淡出了影坛多年, 但是影坛里面一直有着属于他的传说, 再没有一个人像人家有那样, 看似和善时则凶狠, 连笑容都令人发汗, 也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像邓博一样, 对爱痴情,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等, 让无数的痴男月女相信爱情的宝贵。 这所谓戏里戏外千张脸, 台上台下万种情, 它永远都是那个我们心目当中的希望之王。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我是小鹿, 喜欢的话还请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呢。 各位阅言, 谢谢观看。 好